上期谈到了乌克兰盖矿 本期我要来谈谈在其首都基辅的一段自驾经历 基辅位于地涅薄荷中游 被称为罗斯众城之母 是东斯拉夫人建立的最古老城市 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任何豪车 并不是因为他们国家都没有有钱人 而是骑路不好 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路 试想开一个兰博基尼在这样的路上是个什么感受 从机场租了台斯科达辛瑞简配版出来 感觉像行驶在咱们的城乡结合部 不过进入城市仍然可以察觉到它的繁华 这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城 其实非常值得一看 七处世界遗产 人文底蕴相当深厚 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现在正深陷在俄乌战火之中 无法自拔 中国朋友Eason在这边独博 也在这里做模特经济 乌克兰对于福建出身的他而言 相当于第二故乡 之前在布达佩斯有玩的时候 还结识过一个前乌克兰世界小姐 还和她一起去看过多脑河的夜景 高挑的身材加上精致的五官的确名副其实 许久未联系发现她现在在里斯本大学读博 变化不小 好了乌克兰自驾就聊到这里 下一期我要来讲讲 为何明明有黑马前置的乌克兰 怎么会变成今天这幅模样 下期再会